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心静就是佛土静 干净的心 你的心中就是净土啊 就能常住菩萨 所以迷雾在心 你这个人境界迷惑 一定会颠倒 所以颠倒和迷惑 它是在一起的 所以境界 确实它是如何是 如何是 也就是它是真实不虚的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要懂得 有所不如有所不适 就是说如果你不知道真实如来相 你一定做出来的事情和理解是不真实的 那么你的迷心迷惑的心就会造成你生活当中的错误望见 你看有很多人对事物的理解偏差 他做出来的事情就是偏差 对不对 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你对人家不理解 你诬蔑人家 冤枉人家 最后你是不是把好人都赶跑了 你理解了别人 你才不会有偏差 所以佛法界讲 百千法门同归方寸 不管多少法门 实际上就是出自于一了 同归方寸就是出自于一 过去有一句话叫和杀妙德 杀 恒和杀的杀 和 妙就是妙法的妙 道德的德 这个和杀妙德什么意思呢 就是和与杀 你看和跟杀是不是在一起的 有和的边上是不是一定有杀 对不对 妙和你的道德 如果你的妙想就代表你的道德 你能够解脱的思维 就是拥有道德 想通了 我不执着了 我不难过了 是不是这个人有道德 离不开的 都是来自于你的心源 心里的源泉 所以戒定会 会增长你的智慧 守戒的人 他一定会有智慧 你的思维 就是你的神通啊 你们想想 你们有时候 一件事情想不通的时候 很难过 怎么想也想不通 但是突然之间想通了 你是不是有神通啊 你想通之后 马上哈哈哈哈开心了 无所谓的 这又算什么呢 是不是你已经妙有了 因为你想通了 因为是真如实相啊 你看穿了 无所谓的 不要再吵了 没意思了 明天还要过日子呢 你是不是懂得了 神通变化 因为你的脑子变了 你是不是就想通了 精神变了 对不对啊 想通了 就神通嘛 你能了解对方了 不跟他争吵了 不去跟他骂了 不去给他脸色看了 他就想通了 师父从心理学跟你们讲 一个人如果心中有膜的时候 他是特别敏感 他very sensitive 你看看 你去跟一个人讲话 你如果带有一点点的 怀疑的表情 不信任的表情 或者有一点点 让他感到嘎尬的表情 他马上就会不理你 他就会想很多 他就会觉得 你在嘲笑他 在讽刺他 甚至在唾弃他 所以帮人要帮心 要惜字具足 不理辱心 你要想成功一件事情 你不能离开你的心啊 修心是不是要心啊 帮人是不是要心啊 你认真做每一件事情 是不是离不开你的真心啊 你没有真心 别人怎么会接受你的帮助啊 不用心做的事情 哪一件事情能成功的 所以一切烦恼 具来自于你的心 一切业障 也具来自于你的心啊 心有业了 脑就来了 心有烦了 脑怒就来了 但是你的心本来是空气的 本来是空的 因为你本来是没有想法很多 是你因为不停的因果 然后 然后如梦幻泡影般的 一会儿出来 一会儿没有 在你的心中 你想不通了 你的心出不了三界啊 你还在五行当中啊 你怎么求菩萨呀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人与人要有平等心 你就用了这个心了 对人要平等 对事物能够看透 就是平等心 我们不管对什么样的事物 只要你用平等心 用同情心 用感动的心 用慈悲心去帮助他 心心相应 他一定被你感动 所以佛 为什么能够救助 这么多的众生 他就是让我们自己 每一个人 叫大道虚况 绝思绝虑 我们懂得不要去乱想啊 不要去想到底啊 不要去乱想啊 很多事情都是想出来的害怕 想出来的难受 想出来的烦恼啊 所以体会佛 跟我们没有什么不相同 只是我们还没有达到佛的境界 当你理解佛了 你不就是佛吗 所以佛在我们心中 那么既然佛在你的心中 佛就不会有贪嗔痴三毒啊 所以我们心中要远离贪嗔痴 离开一切善恶的妄想 我们要离开一切善恶的妄想 有什么善 有什么恶的 一切不就是因果吗 行住坐卧 触目与缘 懂得我今天走路也好 坐下来也好 住在这个房子里也好 睡觉也好 都是佛性长存 所以心中平安 碰到什么事情 都是接触到缘分 然后一切随缘 不去跟缘分 去争 去抢 去夺 你就是拥有 妙法 所以佛之妙用 就是佛性在你心中的妙用 那是没有什么不相同的 都是一样 所以 禁缘无好丑啊 好丑起于心 这句 寄予就是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的环境和缘分 没有好 没有坏的 你真的碰到一个不好的缘分 你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个好的缘分 这个人来给你搞了 你可以跟他交朋友啊 变成善缘的呀 对不对啊 你对这个人好和不好 在于你的心呀 举个简单例子 人家给你带过来一个孩子 对方没告诉你这孩子是谁 经常跟你在一起玩玩的 你多带着他 我们给你一点补贴 你把这孩子带得大 好吗 这孩子很可怜的 然后呢 这孩子呢 就跟过来了 你对他天天很好 对他天天很好 终有一天你会知道他是谁的 谁的孩子 那么有些人呢 一看 我对他不好 天天对他不好 到了最后 孩子大一点的时候 那个来 让他领的人说 你知道这孩子是谁吗 就是被你曾经小的时候 送给别人 隔壁邻居 你自己生的那个孩子 你不要他了 这个时候 你的感觉怎么样啊 如果给你的时候 就告诉你 这是你的孩子 你会这么领吗 是不是你的心在转变呢 是不是你的良心在转变呢 所以 静缘无好丑啊 好丑起于心啊 是你的心在变化呀 这个时候 你再看这个孩子 长得再难看 你也觉得他很可爱 你会泪流满面的了 所以人的心会让你激动 感动 会让你痛苦 让你发喜 全是采取心 学佛 学到好的人 要把心吸掉 学到一定的阶段了 不要去用这种 这种挂碍的心 自私的心 今天这个孩子给你领了 你有自私的心 哎呦很讨厌 叫我领这孩子 虽然拿点费用 我觉得他孩子很讨厌 领孩子很难的 那你这个心 要吸掉 你就是平等心 给孩子 你就不会挂碍 你就不会觉得对不起他 所以忘情从哪里来 情从哪里来 虚妄的虚幻的 你看谈恋爱的时候 哪个不希望能够白头偕老 你看对一个人好的时候 你这个情完全忘了自己 就想到对方 叫忘情 还有一个忘 叫虚妄的忘 因为这些情以后都会变掉 都会没有 都会让你受到刺激 那么你就懂得了 去掉忘情 才会找到真情 真情在哪里 就是你的真心所谓 要有真的心 所以佛法讲 但惜望缘 基如如佛 也就是说 你如果把一些不该有的缘分 把它忘记 灭掉 就是把它灭度 这个缘分 然后你就像佛一样 你就常住佛性 常住真心 就是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也就是说 佛法永远在世间 看你怎么去找了 你能够找到佛法 你就是拥有了智慧 你们现在这些佛子 找到了佛法了 你们拥有了佛法 你们拥有了佛法在世间 如果你们今天 还在缘分当中 在红尘当中 滚滚 离不开人间的五着恶事 你们将在世间 继续的迷惑颠倒 这就是佛法 这就是佛法让我们要懂得 佛法已经在世间了 要靠你在世间的觉悟 所以希望大家学佛人 好好的觉悟 改变自己的心 那你才能处理六道 佛教界经常讲一句话 叫难行之事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非常难做 难行之事 实际上难行 哎呦这件事情很难的哦 师父告诉你们 经常跟你嘴巴里说 这个事情很难行的 不行啊 这个人已经在后退 因为当一个学佛人 不努力上进 他就是在后退 这件事情 让他变成难行之事了 他已经在后退 所以学佛人拥有的恒心 那是最难得的 所以你去看 能够跟着师父 十几年修行修下来 甚至有二十年 三十年修下来的人都有 他就是非常难得的 因为在他的心中拥有了佛性 所以我们经常讲 发心容易恒心难 在学佛当中 有很多人发心啊 在菩萨那里 啊我保证 我保证 我一定要怎么样 我怎么样 到最后坚持不了 很可惜 所以任何一个学佛修行之人 只要你拥有恒心 你的心就会清净 你们没听到过这句话 师父告诉你们 拥有恒心的人 他的心能保持清净啊 你们想想 经常保持家里干净的人 经常保持家里干净的人 他的家是不是干净 所以恒常就会清净 能够清净的人就能够 忍辱 就能够守见 对所有人 对所有人来说 只要能够恒常用心的人 他就不会把他所修的心 变成难行之事 很容易啊 所以师父跟你们说一件事情啊 这个人只要坚持啊 人家说哎呦你不容易哦 几十年你看你这么坚持下来 修得这么好 这个人有恒心 所以对他来讲没有什么难的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那有些人 天天喜欢睡懒觉 你叫他爬起来 偶然的一天 你说他难受吧 难行吧 这件事情 但是他如果天天就这个时间爬起来 对他来讲很正常 他就起来了 所以广发恒心 所以恒心 今天师父跟你们说特别重要 广发恒心 能赢得别人的真心 你想想看 你对人家一直很好 恒就是永恒的心 我天天对你好 我对他一直好 你是不是能够赢得别人的真心 你们去看 在这个社会上 很多人跟你们做对的人 他为什么不相信你 看不起你 因为你没有对他恒心 你一会儿对他好 一会儿对他不好 人家害怕了 一会儿对他好得不得了了 哎呀 有利益的时候 哎呀 打铃啊 哎呀 怎么好 怎么好 等到你不开心的时候 你对他不好了 人家觉得你像一个山板一样 飘忽不定啊 你叫人家怎么能够对你好了 怎么样给你真心的 所以真心不需要有能力 师父说 没能力的人只要有真心 只要有纯洁心 你就能够让别人感受到 真心和诚心 所以一个有恒心的人 有纯洁心的人 别人会非常的感恩你 连佛光都会给你照耀 你当下就能证得善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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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